农家小院搬家式窃案频繁发生 案发现场不同车辆交叉出现 警民联手追踪 盗贼一再失去踪迹 盗窃团伙又能否被警方一网打尽 空房生货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20年11月25日 午日清晨7时50分 山西省运城市国安局 盐湖分局东郭派出所的民警 来到了东郭村 原来民警来到东郭村的原因是村民刘某家被盗了 除了两台电视机 刘某家里的电暖器及毛毯被入等物品 也被窃贼盗走了 通过询问民警了解到刘某全家人都在运城市城区居住 平时很少回到东郭村 平时很少回到东郭村 你是怎么发现家里被偷的 因为邻居知道他经常不在家 然后就给他打电话说你这个院门怎么开了 要不你回来看看吧 是不是看家里丢东西了 当时你第一时间跑回来 看家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家里都是 翻的 有没有翻 大锁的房门全部交开 我里都是翻的乱七八糟 除了外面的锁 家里面的锁全部是剪断的还是 全部都是剪断的 剪断的 锁子全部给你剪断了 这个锁子和前两天被到那家那个锁子 剪断的痕迹都一致 都是一种过去剪断 勘察现场的民警为何做出这样的判断 难道在东郭派出所辖区 还有类似的警情发生吗 2020年11月15日早上8点 我们下去民警接到第一起报警 就是这一家郭女士家 丢失了一辆三轮 大安排的三轮电动车 事情发生在10天前的 2020年11月15日 接近当天 民警展开调查走访 谢谢 当走访到与发案的东郭村相邻的村庄时 民警竟然又了解到了新的情况 村民们老百姓告诉我说 这一家当时也丢过东西 就这个杨先生家也丢过东西 于是我就找他 村民反映的事情 发生在六天前的2020年11月9日 事发地点是与东郭村相邻的 借村杨某家 可是既然失窃了 警方为何没有在第一时间 接到报警呢 找到杨某以后 民警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他也不知道家里面具体丢哪些东西 他只发现 他发现的只有一壶油和两罐蜂蜜 还有几床被子 家里面倒是被子啥的东西 翻得乱七八糟的 原来这位杨某也不在村里居住 家中哪天被盗 他自己也不清楚 此外 杨某觉得丢失的这些物品并不值钱 所以他就没有报警 走访时民警发现 杨某的邻居家安装了监控设备 民警调取相关的公共视频 发现在2020年11月9日凌晨3037分 杨某家门前出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开车的中年男子拿着手电筒 静止走到杨某家门前 大约过了一分钟 这名男子又驾驶着这辆三轮摩托车 快速离开了 因为晚上监控质量不是太好 然后嫌疑人身份了这些 咱也不能判定 通过这段视频画面 民警判断杨某家被盗的时间 应该是2020年11月9日凌晨 这个中年男子于2020年11月15日盗窃郭某家的窃贼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民警追踪可疑的三轮车 但是并没有发现这辆车的踪迹 民警分析驾车人行走的路线很可能是村里的小路 咱当时确实也找了好多监控 但是大部分农户的监控都只对着自家门口 他不对着这个向盗 紧张侦查的过程中 东郭派出所的民警 又接到夏岳村另一位村民杨某的报警 家中有电动机 电焊机 切割机 电视 以及一些零钱 作案手法 就是将大门上的名锁剪断 反正现在这几个家中实事盗窃了 民警到案发现场周边进行走访排查 有村民反映说 在凌晨一时到三时之间 曾听到村中有犬吠声 并且还有类似三轮摩托车行驶的声音 咱这个东郭镇属于乡镇 因为一般到了一点钟到三点钟 凌晨的话 一般很少有这个三轮摩托车到村里面去拉东西 或者干什么 民警由此推断 夏岳村杨某家被盗的时间 很可能是在凌晨一时到三时之间 那么 窃贼会不会还是那位驾驶三轮摩托车的人呢 前面接连发生的三起案件 还没有结束侦查 如今东郭村刘某家又被盗了 这让民警感觉到了极许压力 现场非常的凌乱 我们当时在现场的地上 发现了有好多的足迹 足迹的花位也比较明显 我们就进行了提取 在前期的侦查中 民警只发现一个驾驶三轮车的可疑人员 可是在刘某家 民警却发现了两个人的足迹 这让民警感到有点意外 难道盗窃刘某家的窃贼另有其人吗 然而让民警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东郭村刘某家被盗案的勘查工作 刚刚展开 民警又接到了临近村庄赵某家被盗的警情 于是民警立刻从东郭村赶到了发案的借村 不出民警所料 与其他几个受害人家一样 赵某的家也是常年无人居住 你多长时间回来看一次 大概一星期看 一星期回来看一下 回家里面看一下 看一下家里面这些东西都好 在现场民警发现 赵某家的门锁也是卦室门锁 与前几起案件吻合的是 窃贼也是使用类似钳子的工具 将门锁剪断的 赵某告诉民警 是邻居发现他家门锁被剪断 并且感觉院子里有异样 怀疑是遭了贼 就打电话告诉了他 你当时镜里面看了吗 看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我丢这个空调 一个空调 还有一个制冷机 就是空调外挂的制冷机 还有什么 除了空调之外 赵某家里新做的几套被注 也被窃贼拿走了 进行搬家式的盗窃 作案手法比较相似 民警询问赵某的时候 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 文讯也来到了现场 参与拔案 这现场的足迹虽然很乱 但是看出来就是两个人的足迹 两个人能来回走动 有一种是欲动写的足迹 一种是胶写的足迹 刑侦民警与派出所民警合力办案 在赵某家又发现了两个人的足迹 民警凭经验判断 盗窃刘某家和赵某家的窃贼 很可能是同一伙人 在赵某家民警提取到两个人的足迹 但是除此之外 并没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线索 当天就在民警在借村和东郭村 展开侦查工作的同时 距离东郭镇将近30公里的北乡镇 也有群众报警家中失窃 窃贼同样是剪断大门上的名挂锁 作案手法同样是搬家式盗窃 受害人家中不仅丢失电视机 电冰箱这些大件物品 还丢失了一千元现金手表和一些金手饰 至此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了三起 并且案发现场距离将近30公里 受害人丢失了电视 空调 冰箱等大件物品 如果是同一伙窃贼 能够短时间内搬走这么多大件物品吗 是不是同一伙人干的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话是大家心里都没底 为尽快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民警再次到辖区内的各个村庄进行走访 当民警排查到东郭村的时候 发现受害人刘某家东面有一家商店 这个商店的外面安装了监控设备 通过店主的手机 民警调阅了相关视频 可是从2020年11月24日午夜到25日凌晨 视频画面中始终没有出现 此前民警看到的那辆三轮摩托车 等视频画面的时间 到了11月25日凌晨24时分的时候 民警有了发现 一辆游戏而来的面包车出现在画面中 随后这辆面包车停在路边 而停车位置后面100米的地方 正是受害人刘某家 这辆面包车是偶然停在这里 还是另有目的 咱就一直盯着这个面包车 后来看 看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吧 就看见有两个人从面包车上下来 下来之后 然后就朝这个案发现场这个位置走去 这两个男子会是盗窃刘某家的窃贼吗 几分钟后 民警再次有了发现 当这两个男子返回面包车时 其中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男子 抱着一台电视机 而另一个穿浅色衣服的男子 则拿着被褥等物品 当他们把物品装上车之后 穿浅色衣服的男子 又向着案发现场方向走去 当他再次返回时 又抱了一台电视机 不久 这辆面包车向东驶去 消失了踪迹 然后当时咱就感觉这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线索 总算发现这个 这个嫌疑人 算是这个盗窃过程的 这个 有价值的监控了吧 图真民警反复查看这段视频 虽然画面并不清晰 无法辨识两个嫌疑人的相貌 和这辆车的号牌 但民警还是发现了 这辆面包车有个明显的特征 左侧的尾灯不亮 民警以东郭村为中心 向四周相振辐射 追踪嫌疑车辆 咱们辖区当时就有 好几十辆这种类似的面包车 这种排查的难度 确实也是比较大 到了2020年11月26日 凌晨三十二十分 沿湖公安分局另一个派出所 龙居镇派出所的民警 又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群众报警 称他的邻居家 龙居镇赵村 邻居家被盗了 然后他现在正在开车追一伙 这个窃贼 往龙居镇常乐村这个方向走 然后咱们就开始警察从后面追 一直追到常乐村去往车盘乡的 施利铺村的有个铁路寒洞 在这个地方咱们碰到了这个村民 人不在这里都把人 人不把人破了还要 破了还要 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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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一样 这是他的车是吧 那他的车 在窗外观察 他看到一辆三轮摩托车 停在表亲家门口 并且有人在往外搬东西 这让他非常诧异 这个表亲经常是不在这个村中居住的 村里面家里面是没有人的 李某马上给表亲打电话核实情况 可这时 窃贼已经盗窃得手 驾车离开了 李某立刻喊上几个村民驾车追赶 同时打电话报了警 在村民的追赶下 慌不择路的窃贼 驾车跑进了寒洞 随后 车辆陷在寒洞内的积水中 无奈之下 窃贼丢弃了三轮摩托车 然后村民只能看到一个 他的大体的一个体摩托车 而且是冬天 这个人他包的比较严实 身高可能就是不到一米七这个样 体态应该就是一个中年男子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现在积水中的三轮摩托车 被拖了出来 民警看到三轮摩托车的车斗里 堆放着电视机 电动车电瓶 电焊机 打磨机 铜线和几件衣服 对三轮摩托车进行调查 车斗里放着的一把液压钳引起民警的注意 民警判断 这把液压钳可能就是减断受害人家门锁的作案工具 正当民警对系列盗窃案全力侦查时 2020年12月5日6日 沿湖区侯家浊村和冯村乡新郭村又接连发生搬家式盗窃案件 之此短短一个月内 类似案件发生了十多起 这在沿湖区实属罕见 民警在2020年11月25日 12月5日6日的几个盗窃案现场 均提取到两个人的足迹 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技术民警 对这些足迹进行了比对分析 发现这些足迹的纹路有高度的一致性 那么这十多起搬家式盗窃案 是否具备病案侦查的条件呢 我们把这个好几个派出所报的这些案子 和这些警情在一起分析在一起研判 听过我们现场开场呢 这个现场遗留两种人的足迹 两个人的足迹 然后这些足迹呢 分别在这各个现场都有出现 而且是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我们分析呢 这两个足迹应该就是嫌疑人的足迹 所有的现场都出现一种足迹 有时候单独出现 有时候两个人都出现 有一种就是这种交血的足迹 有一种就是这种欲动血的足迹 2020年11月26日 民警在龙居镇失窃的乔某家勘查时 曾提取到一枚足迹 与这个运动鞋的足迹高度吻合 与此同时 民警还发现 窃贼的作案车辆同样具有一致性 案发以后 我们通过这个现场勘查以后 也经过这个现场视频的这个调取监控 然后发现了这种面包车 然后在这个案发现场的时候多次出现 面包车多次出现的同时 然后多起案件中交叉 还出现了一种三轮车 然后三轮车的这个出现 经过我们把这个监控 调取监控的这个视频看 和派出所的这个三轮车进行比对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应该是多起 这个搬家是盗窃的 这个案件的这个作案车辆 这个咱们就认为它这个 应该是可以避案 应该是一个团伙在 在这些案子都是他们做的 2020年12月6日 冯村乡新郭村的盗窃案发生后 民警便对周边区域进行了排查 追踪可疑车辆 通过扩大排查范围 民警终于捕捉到那辆 左侧尾灯不亮的面包车的影像 在嫌疑车辆途经的一个卡点 民警获取了这辆面包车正面照片 这张照片不仅可以看清车辆号牌 驾驶员也清晰可见 当时副驾驶还坐了一位人 这个人当时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 咱们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比对 民警查询车辆信息 车主是运程市林一县的罗姆社 而卡口照片中的驾驶员 就是罗姆社本人 深入调查 这个罗姆社因犯盗窃罪 已经有两次被判刑的经历 而在面包车上 与罗姆社同乘一车的那个人 又会是谁呢 2020年12月8日上午 法安民警 对窃贼遗留在车斗里的痕迹物证 进行取样分析 很快有了比对结果 比中了一个具有7次 道件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余某伟 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之后 盐湖警方决定 对嫌疑人罗姆社余某伟实施抓捕 2020年12月8日晚7时 抓捕民警在距离盐湖区 大概40多公里的林医县严家庄 发现了罗某社的面包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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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某社落网之后 另一组民警在吕某伟的居住地 韵城市下县对其进行抓捕 可是吕某伟并不在家中 他通过调查摸牌发现他在这个 库尔山夫人家酒店 2020年12月8日晚10时 吕某伟在酒店房间被民警抓获 这里 是 площ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距这个罗某及吕某交代呢 他们俩 就是盗窃完东西之后 把这个脏物 就是卖给这个安逸一个姓警的 一名男子 2020年12月9日凌晨一时 涉嫌收赃的嫌疑人景某珠 在家中被民警抓获 李朝伟他有七次的盗窃前科 其实前面他就是不务正业 也没有什么个人 也没有什么技能 满足不了他自己的生活需求的时候 好像就有这种盗窃的批号了 罗建设他本身他在农村上火 而且还有一个面包车 就受李朝伟的蛊惑 就给让他出去盗窃 警戒猪就是 他其实是自己有这个 从事这个电器修理的这个手艺吧 他从中收回来脏货 然后再倒卖的话 他能摸取中间的差架 您警察时 自2020年11月以来 嫌疑人吕某伟 罗某社 单人或结伙 携带钢筋检等作案工具 驾驶面包车 三轮车 多次篡置 盐湖区东郭镇 北乡镇 龙居镇 上郭乡 冯村乡 及下县等地 先后作案二十余起 嫌疑人到案以后 然后在嫌疑人居住地 立即进行搜查 查获了大量的被盗的物品 和群众失盗的物品 取获了大量的脏物 三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公安机关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在这里我也提醒广大群众 就是当您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的时候 不管是你家里面被盗 不管价值多大 一定要报警 一定要打110 不能说是因为盗窃价值不大 你就不报警了 公安机关不知道这个事 再从另外一个层面 就助长了这个违法犯罪废子 它这种气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